在九州陽青最好吃的鰻魚飯 當中究竟有什麼秘密呢? 究竟這個No.1的鰻魚飯 稱號是否實至名歸 這個好像原規一樣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曾經一度輝煌的火車站 現在又究竟為什麼荒廢了? 日田市有什麼街頭小吃呢? 想知道日田市有什麼好玩 就不要錯過今集啦 好多人來福岡旅行的時候 都未必知道日田這個地方 不用的 等小江做你的地方 好多人來福岡旅行的時候 都未必知道日田這個地方 不用的 等小江做你的旅遊明燈 日田就在九州中部這個位置 人口只有六萬人左右 如果你在博多出發 去這個遊步院或者別府 其中就會經過日田市 不自駕遊的觀眾 就可以搭JR 由福岡市中心的博多出發 搭一個半小時左右就到 可以不用轉車 一路坐到日田站 日田近年比較出名 就是這個進擊之巨人的博物館 入場就免費的 這套動漫的作者阿簡先生蒼莎 就在日田市出生 所以日田市就專門建了這個博物館 除了有些模型之外 也有漫畫的手稿 或者創作過程的原稿 可以看看 最多人朝聖的地方 就是這個水壩 會有主角的銅像之外 這裡也有作者的首人 歡迎各位打卡 這裡還推出了這個進擊之便當 據了解是作者喜歡吃的東西 田市當然要來田豆丁這裡 試一間人氣的鰻魚飯餐廳千屋 看到這裡人頭湧湧 就知道多有人氣 不過究竟有沒有誇大成分 就要試過才知道 到了餐廳之後要填名登記 千萬不要在門口白等 登記完之後 就可以在餐廳外等叫名 我當天就等了20分鐘 時間上還可以接受 職員就會帶位 可以見到環境都舒服 不會太過逼 每張桌子大概可以坐4-5人左右 我打算看到擠桌子就沒有生意 這裡5分鐘已經坐滿人了 餐牌方面有日文有中文有韓文 一般套餐就3500日圓 如果大食的話 就可以點4600日圓那份 到了 嘩好香 嘩好香 嘩 嘩 嘩 整套都簡單 一飯鹹酸菜 一桶鰻魚飯 加多個湯 跟一般鰻魚飯是有分別的 這個會切得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切得很柔 跟平常吃鰻魚的鰻魚不同 但是它的口感還是很棒 嗯 很有彈性 很有蒲汁燒的香 對嗎 嘗試飯 難怪這麼多人來 好吃到都沒有說什麼食評 這個鰻魚飯是蒲汁燒的製法 口感上會比較濕 不過因為它切得比較小 所以就很容易一口鰻魚一口飯 每口鰻魚汁 每口鰻魚汁 豉油 甚至乎自己另外一家的配料 當然有其他食法 詳情看看店舖的指示牌就可以了 小哥不客氣了 吃完再說 吃完吧 一田市又不是只有鰻魚飯 相反田豆丁這裡 文鋒唇 有不少手工藝品的小店 可以逛逛 還可以等大家發掘 例如這條橫街 就在這間賣木劇的店 裡面還有不少掛飾 擺設 全部都是人手手工 想買一些比較特別的手信 我就推薦這裡 就好了 窗台掛衣服你就見得多了 放人這麼大的木劇 你有見過嗎 它裡面有一隻更大的劇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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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大的 日田這裡的橫木 是很有名的 會然之就出木橫 所以這裡出產的木製品 都會比較有名氣 這些小木劇大概六百英一對 有貴有便宜 款式還有很多可以選擇 買來做紀念品也不錯 好 喔 終於可以了 不行 這麼困難嗎 好像要蹦 我看原來要蹦 底下油 - 這樣一起起- 哎! - 我好像想戴紅的樣子 - 我不得不說它真的挺漂亮的 - 最高級的這個 - 銅木 - 這是最高級的 - 最高級的銅木 - 銅銷的木 這些女兒子公仔小時候都覺得挺可愛的 - 大之後不知道為什麼眼睛是覺得有點恐怖的 - 左邊那個... - 那個很像隔熱墊 - 無論是筷子還是筷子座 - 都是市中心比較少見的款式 - 之後我就想介紹一下這間豬腳了 - 1,100日圓就有5件 - 可以說是非常值得吃的 - 但我們吃不到這麼多 - 只買兩隻就夠了 - 好香啊 - 買的豬腳 - 好香啊 - 這塊豚竹外表已經煎得又香又脆 - 整塊好像骨膠原一樣 - 絕對是運動員的殺星 - 好邪惡啊 - 開港都有說 - 這塊肥豬肉真的不能放過 - 5分鐘都不用就讓我們吃光了 - 之後小光就帶大家回到過去 - 去大分狗豬丁一個很出名的火車站 - 就是狗風後心機關庫 - 這個地方因為一部新海城的電影 - 變得很有人氣 - 就是這一部 - 其中這部白色門就是地標 - 別看這部好像很香 - 在一百年前 - 這個地方曾經有200多個員工 - 是相當大的機構 - 當時是蒸汽車的年代 - 在九大本線的火車 - 由九龍米一路去到大分 - 途經就是這個風後心的火車站 - 亦是一個補給站 - 由1929年開始營運 - 就會在這裡轉車廂和補給 - 在一百年前其實沒有那麼多交通選擇 - 所以這些火車就是當時最重要的運輸樓 - 他們會在這裡補給石炭和水 - 停三十分鐘的時候又要再出發 - 一百年過去了 - 風後心這個地方現在有舊 - 亦都有新的火車站 - 其中一段為人熟悉的歷史 - 就是在1945年 - 這裡因為打仗 - 被美軍用機關槍掃射攻擊 - 導致有三名日本人死亡 - 現在在這個建築物的外場 - 還看到一些子彈的銀跡 - 旁邊亦有這些資料牌 - 給大家多看一些歷史 - 這一輛是製造於大正百年的蒸氣火車 - 亦都有另一個名字叫96型 - 意思就是指日本國鐵9600型的蒸氣火車 - 換言之這個火車已經是一百歲命 - 不知道這些是否只有子彈洞 - 但子彈洞不是這麼大嗎 - 火車就因為石油化 - 在1970年9月30日就正式廢棄了 - 在2012年就正式成為日本登陸的有型文化遺產 - 而在九州 - 這些不同的線型機武庫 - 就因為廢除或者老化等原因就被人拆掉 - 現在整個九州只有這裏 - 是有現存的線型機武庫 - 這座機武庫壓立了超過70年 - 成為了九珠丁的象徵之一 - 小光就覺得這裏比較適合一些 - 已經來過九州幾次 - 大陸的景點有去過的老手 - 或者你是準備入郵報院 - 想找個中途站休息一下的觀眾 -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鈴 - 追蹤我的IG - 那你就可以成為我下一條影片最新收看的觀眾 - 我是身在福光不知福的小哥 - 我們下次見 拜拜 - 字幕提供了